你下來 你下來 手扣拿著 手扣拿著 扣右扣 扣著 原警緊急來到一處住駕 屋外站著一名身穿條紋上衣的男子 男子看見警方沒有落荒而逃 直接伸出雙手乖乖配合 當場被上銬逮捕 現場還可以聽到一名富人的哭喊聲 花蓮正名63歲的詹姓男子和前妻 兩人剛離婚不久 男子27號晚間8點半左右 到前妻住家討論房子車子等離婚後的財產分配 過程中疑似坦布隆爆發口叫衝突 沒想到男子一氣之下拿出浴場的翻刀砍傷人 前妻的31歲兒子被砍了三刀 兩刀砍中頭部還有一刀砍在了背部 緊急被抬上擔架送往醫院 幸好沒有看中要害送醫救治縫合後 在加護病房觀察中沒有生命危險 而回到砍人的詹男全身沾滿血 警方到場後主動交付凶器 反刀對於犯刑坦誠不諱 據了解招砍傷的前妻兒子 與詹男並沒有血緣關係 只是為了財產分配動手傷人 這下不僅無法好聚好散 還得面臨刑責 TVB的新聞高志宏和可言花蓮採訪報導 至少 至少 至少